Ayo 聊世紀 天野中心 大家好 我是Layon 今天要來看兇人最上訪的藍客人 這套比賽是天梯的 與世隔絕 先來介紹一下 紅色選擇的文明 是兇人 兇人最大的特色是不需要蓋房子 就可以獲得200人口 他省下來蓋房子的這些木頭 可以轉為這些農田 讓藉此變成自己的經濟優勢 兇人本身沒有任何其他經濟加持 所以會更需要利用自己的折扣效果 去做一個主要的搭配 兇人的馬功是有折扣的 城堡時代是9折 地獄時代則是8折 其他部分則是有遊俠 但他的步兵部分不太行 雖然他有槍兵 但是他沒有三級的步兵鎧甲 所以他的槍兵用起來會稍微弱了一點 兇人的部分 還是比較適合打遊俠 跟上馬功的部分 接下來介紹一下法蘭克人 法蘭克人最大的特色 是有免費的農田技術 而且吃果汁的速度 是遊戲裡面最快的文明 這兩個能力 是我個人認為 這個遊俠文明裡面 經濟最好的文明就是法蘭克人 我每次覺得玩法蘭克人 那個經濟不知道好的跟什麼一樣 那次好的部分 我認為後期來說的話 就是條盾人 條盾人也是一個遊俠文明 而且他農田很便宜 但法蘭克人是更是全面的 前期有這個吃果加速之外 免費能填技術 也不會讓他到經濟非常差的一個感覺 所以法蘭克人也是我心目中的馬國 前幾名的馬國 那法蘭克人後期呢 還有這個知名的192遊俠 那他跟兇人不太一樣的地方是 我們剛剛有說到他的槍兵 只有二級步兵鎧甲 但是法蘭克是有三級的 所以法蘭克有三級的步兵鎧 也有級兵 也有192遊俠 種種因素讓他打這個步棋作戰 更有優勢一點 那後期的法蘭克人 也有火炮跟火槍 進行轉變的話也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之後他的弓兵稍微弱了一點 沒有三級的弓兵鎧甲 也沒有三級一次 讓他的戰毛兵 要用的話也是會變得有點堪用 所以法蘭克人如果到了後期 真的沒有黃金的情況下 打出垃圾兵的時期 就是法蘭克等速的時候了 好 那我們先稍微加速一下 看一下兩邊的打法會是如何 好 那目前看到這一張地圖 兩邊離的距離非常近 那這個實質路呢 是不能蓋任何建築物的 那我們每一場TNT 都要稍微補充一下說明 那這個實質路 由於不能蓋建築的關係 所以沒有辦法直接為死 假如在這邊拉一條石牆過來 到這個地方 就不能蓋東西了 那你在這邊還要再拉一條新的過來 終究還是有一條路可以通過的 所以通常要守住這張地圖的話 通常會在這個實質路的旁邊 看到有高地爾 這邊蓋一個城堡啊 然後這邊拉一下死牆 作為防守 他趕過這個窄口的話 死邊會被城堡射爆了 那當然這是一個比較 屬於防守的一個細節 但大多數的實戰來說 不太會去刻意這樣做 通常對方也不會拉大石牆 就算拉大石牆去防守 也不會刻意去蓋城堡 有點大事 打一個兵力暴兵的情況下 專心防守的情況是非常少見的 只看過一兩次啊 就是數量力不多 沒有辦法當作參考 好 那這邊兇人看到是17匹點封劍 哇超級高速上封劍時代 這邊可以趕快下馬 就高速肉馬開局 好 法蘭克這邊是偏晚的21匹點封劍 那這邊看到對方這麼少上 要不要趕快下個軍銀呢 欸他沒有點軍銀欸 哇他這麼放心喔 看到人家急速上封 不下軍銀直接想要直撐上來 有意思 欸 打的是射箭場 喔難怪 難怪他不下軍銀 我懂了 我以為他打的是肉馬 哎呀這就證明了 我真的沒有偷看比賽啊 他真的 打法很特殊喔 17匹小弓 我打肉馬 好 那肉馬要追村民的話是比較優秀的 弓兵跟槍兵追村民就要追很久了 好 這邊順利的直撐上去 哇 距離這麼近還敢直撐 這個心臟真是夠大殼 相當不容易 好 那現在果子不能吃 稍微受到一些經濟損傷 但他很聰明喔 分了兩批吃果子 這邊吃一份 後面再吃一份 後面才是主要吃的喔 這邊只拉兩村 偷偷吃一下 讓對方以為他吃果子的村民了 就只有這幾隻喔 然後這邊還自低村民 心態有沒有那麼炸裂 這個是 這個是 是可渣不可乳 這個村民是這樣講的嘛 呵呵 好像就是齁 好 那法蘭克人這邊補下來一級的法木 好 那應該沒意外的話 那法蘭克待會上城堡也會打騎士的可能性是偏高一點的 不可能上城堡時代轉工兵吧 好 黃金也沒挖 那這邊黃金沒有挖 情況下還是要用刺激買賣一下呢 好轉個BK 頭車奴套 好直接上方開一個新的城鎮中心 Kaino 那法蘭克上城堡時代依舊是斷金的狀況 那這邊斷金他有也無所謂的感覺 直接先撒農田 也不撒 也不下工程器製造所 好這時候 中仁在找他的野外的城鎮中心喔 他應該是有意識到 法蘭克肯定是有偷偷開 偷偷開農的喔 但是他一直找不到城鎮中心在哪 結果他在找的圖中 自己開下了第二個 第三個城鎮中心 這時候才補 這個 施負技術 太好笑了 這個太扯了 3TC開下去之後才補 這個施負 只能說 這個法蘭克喔 夠偷喔 OK有黃金之後 馬上補下了引工程器造所 趕快先挖出一台爐炮吧 爐炮出來之後 少爺就可以抵擋喔 這邊弓兵的騷擾 這邊串燒 打得不錯 再一下 打歪 串燒 又一發 這就是爐炮打弓兵 比較穩定的方法 所以沒有辦法 真的很每一下 都可以打到所有的弓兵 但至少 沒打一下 都會有一些弓兵 會受到損傷 比較穩健式的打法 但投石車的話 可能就不一定喔 可能會打歪喔 甚至會 會被對方秀 沒頭一發他投石喔 對方可能還給B陣 就秀掉你的投石車了 但奴炮被秀的可能性 會稍微低了一點 但還是有機會的 至少他要秀你的話 他也會受到一些損傷 好 兇人這邊點下了城堡時代之後 打的是騎士 加上投石車的壓制喔 那梯系的部分 是沒有開始開起來的 好這邊串燒 終於打掉了 後方的弓兵 奴炮順利的解掉 再繼續開下 挖果子的魔防 喔這邊經濟打得非常濃喔 好這邊用雜翔道的騎士 直接往前爆砍一波 想要把圖車打掉 順利解掉了一台 但殘血騎士 有機會換掉 哇 投石車立大功 但自己的投石車也要被騎士砍掉了 這一波交換 凡恩克非常賺 而且現在有村民上的優勢 凡恩克這邊點下了一級射 好看一下他這邊的城堡時代的控兵喔 這邊一靠近農田 是收村 騎士只能被劍射射 後方的老頭想要追一下 看他的腳太短了 好這裡已經生好輕騎兵喔 就輕騎兵打老頭只要兩刀 就可以解決掉 唉唷串燒居然串燒到殘血了 順利收掉了一隻騎士 那這個奴炮現在送掉也不虧 兩個老頭去招想一下 這個老頭好像走得有點遠 沒有辦法第一時間去招想 但幫騎士補血是有機會把這個血量給奶回來的 好兩個老頭哪一隻 ok 正面的部分還是被對方的頭死車給壓制 凡恩克這邊有點卡人口 卡到這個頭死車才不出來了 這邊想要修但很危險 建議是不要 這邊修的話可能被頭死車 砸掉一大堆的村民喔 好老頭在後面 請騎兵直接後去後方 想要砍掉老頭 兩刀就是一隻老頭 沒有神聖思想 老頭的生存能力有非常的差喔 太慘了太慘了 好這裡收村 欸怎麼沒射箭喔 好射喔 剛卡蛋是不是 好騎士過來 但頭側沒有找到騎士 還是繞到後方 開始對騎士一頓瘋狂輸出 後方有非常多的弱馬 加上騎士過來防守 應該是解不掉 但又有騎士再次衝了過來 頭死車很害怕 殘血騎士還在後方 要拉殘血騎士回去補血嗎 好那法蘭克這邊決定的打法 是轉出重裝長槍兵喔 還有點下復位技術 大概會使用大量的槍兵 直接A過去喔 好就完事了 那這是我們之前影片裡 有講到的解法 就使用大量重裝長槍兵喔 A過去就可以解掉 而且不怕老頭 那也要特意注意第一波衝鋒的時候 要躲掉對方的頭死車傷害 千萬不能聚在一起了 好頭死車這邊少量的往前衝鋒 抓到了頭死車的前方空檔 直接解掉了三台頭死車 沒有問題 順利的拿下 騎士這邊光榮殉職 好槍兵出來防守沒問題 但均勻有點少 看要不要再補一個均勻喔 這邊村民收村 還好還是安全的回去了 這邊挖手村被打了一下 後方想要少農田 欸這個農田會被打掉啊 打的不是農田是村民 要不要補個幾刀 就可以賺120目喔 看來沒這個手術可以去偷下農田 好這邊槍兵往前走 能不能上前往前戳掉呢 頭死車 不要先打比較好吧 對先戳 先戳騎士 不然騎士傷害很高 帶頭死車這邊砸得非常漂亮 砸掉了四隻重裝長槍兵 OK這邊槍兵繼續護戳 繼續往前 拉騎士去打頭死車就好 好槍兵繼續後面往後追 那槍兵一定要正面打騎士的原因 是因為他不打騎士的話 他會一直被騎士打 反正血量掉太快了 槍兵會做到 沒有辦法做到任何事情 但法蘭克爾這波還是解的非常漂亮 好 法蘭克爾也補下了一個城堡 在自己城鎮中心的附近 好 這邊有三隻村民應該是不跑了 好 好 但這邊有非常多的騎士衝進來 法蘭克爾這邊快速把家裡圍了一下 上方的房子可能被打破 哇 還是被留了一個洞進來 有點尷尬 這邊稍微圍一下 用村民反擊 第一隻用 純衣東西射掉裡面的騎士 哇 尷尬了 裡面這個騎士 沒有辦法在裡面無雙 後方 冠州槍兵過來解圍一下 好 兩隻騎士也被射掉 槍兵爆戳一下 戳掉了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好 往前推進 這邊槍兵開始往前戳 好 這裡再戳掉了一隻 OK 好 這邊戳一下戳一下 後方 直接用杜莊槍兵戳掉 棍住的數量 唉唷 唉唷 這個騎士要送光了 唉呀 這邊騎士有點可惜喔 匈奴這邊的村民樹 現在是87吋 對上法蘭克108吋 村民差距約有20吋 匈奴這邊也開始 把自己的村民也農了起來 但是法蘭克這邊的村民樹 還是有相當大的優勢 兩個城堡已經可以守住正面了 所以待會法蘭克 也可以趕快轉出自己的遊俠出來 應該也是問題不大 匈奴人打法蘭克 感覺上是法蘭克這邊關鍵出兵 會更是重要一點 匈奴人這邊的話 可能還是要打馬功 才可以去跟對方遊俠進行交換 那也要看情況 去出一下槍兵 不然匈奴人 以靠馬功來說的話 是擋不住192遊俠的攻勢 好 法蘭克跟匈奴 基本上是同時點下了帝王時代 暗身帝王的圖照 村民差距是差距非常大的 97對125 差距27吋左右 看起來法蘭克這邊經濟 還是略勝一籌 馬上補下了非常多的科技 跟蹤技術馬卡 開始要來轉馬了 那邊變成一個開農騎 好 匈奴人這手點下了拇指環跟弓兵鎧 二級射也補下了 打工也是順利的騷擾到一些村民 還被迫補了一根箭塔 後面這個箭塔也是防守當中 但是不是防護箭塔的關係 傷害有點差強人意 好 打工還是被解掉了一些 好 電用時代三五秒鐘 二級馬凱花補上 好 蘭克這邊第一時間 可以先補下重裝騎士的升級 喔 先點上的是 金冠 騎士精神 騎士精神點下之後 騎兵的生產速度 就會再更快一點 那他不像哥德的 哥德的井噴是增加100% 騎士精神只有加40% 但40%速度其實也是夠快 好再點個增兵技術 現在騎士要爆出來速度非常快 好這邊直接用多線騎士騷擾喔 兇龍這邊 槍兵的升級已經慢慢升了上去 騎兵的部分還有10秒鐘 哇 但這邊非常多的騎士衝到這裡 五隻騎士絕對是扛不住了 這邊村民一定要跑了 哇 太多村民要繞跑了 53隻村民在這個位置 好這邊槍兵要趕快拉過去後方防守 好 所有的村民在城市中心下面色色發抖 後方的馬功一直在騷擾 但是成效並不是很好 反正是法恩克這邊 打擊後方村民效果非常不錯 OK這邊重裝騎士升級已經升級好了 遊俠的部分現在沒有支援 但馬功的部分也沒有升級重裝 兩邊的支援都是有點缺乏的 看一下這波騎士能不能包夾成功呢 好 法恩克開始升級了攻擊力 一級攻跟三 跟這個手推車 怎麼追不太到的感覺 好 這邊非常多的重裝騎士開始往前 但是遇到槍兵只能往後 果然 兇人對上法蘭克人 後期還是要轉槍兵 那法蘭克人這邊要不要繼續轉槍兵 要取決於兇人會不會轉出遊俠 對於不會轉出遊俠的情況下來說 要打這些槍兵的話 出火槍或是直虎兵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但我怎麼看起來 法蘭克這邊想要暴力破獎 遊俠要補下 補下更多的旗幟 看起來是很像暴力破獎 後方的承認中心被打掉 趕快補一個採礦能力 不補這嗎 感覺補這比較重要吧 這裡也可以 好 那目前兇人的打法是 馬攻配槍兵的路線 巨頭開始往前插 反而克爾這邊的遊俠 不是遊俠還沒有升級好 還有15秒 騎士的數量總共有46隻 待會升遊俠 這個畫面已經很壯觀了 這張騎士升級遊俠的攻擊會再加2 血量會來到192滴血 14加1的傷害 兩邊的村民術都來到緊繃 兇人這時候點下了安息人戰術 但重抓馬攻還差一點資源 要900肉 好 結果遊俠直接正面開戰 也不管你了 到底有多少兵力 你的槍兵有多少 我就吃多少 192遊俠的傷害實在太誇張 坦度也非常的十足 後方馬攻直接被正面擊破 只能往後開始亂竄 希望有更多的槍兵可以過來進行協防 但這一波少量的遊俠 也抓到了馬攻的痛處 馬攻直接被貼在打 損失的數量非常多 後面兩台巨頭也被抓掉 又再次損失了400斤 這邊遊俠想要直接手持城鎮中心 應該是有機會 這邊遊俠也直接衝擊到後方的城鎮中心 正面的TC可能會被打掉 這邊遊俠吸引到了一些槍兵往上走 我們有第一時間可以去處理這邊的城鎮中心 這邊村民跑出來 再開始拉一些遊俠去後面追擊 正面槍兵過來想要擋 但是遊俠傷害太高 少量的槍兵是沒有辦法擋住遊俠的傷害的 這一波繞進去 凶人從130村 掉到的村 89村 村民減少了40村 後方的馬攻想要極力的反擊回去 但是不是重裝馬攻的情況下 傷害還是差了一些 而且化學也沒有補 這個馬攻完全沒成型 現在只靠槍兵的話 槍兵也沒有成型 攻擊也沒有點上 種種原因 讓凶人現在抵抗法蘭克的方法 是比較虛弱一點的 當然傳出老頭是ok的 但老頭要招搶50級自由俠 可能要招到手抽筋了吧 機箭研發作可能都還招不完 槍兵還是大量往前衝刺 好 好 法蘭克這邊再次補下了草藥治療 草藥治療補完 就可以讓殘血的遊俠進出城堡大量補血 就能這邊沒有補下任何的經濟科技 現在光補村民 還有產出槍兵 就是他的 最後的一波了 這看起來要衝過去很困難 遊俠直接這邊擊破疾兵 疾兵血量掉得非常快速 這一波看起來兇人 還是有點難扛啊 後面神堡打到傷害非常多 但法蘭克沒有彈道血喔 不要讓槍兵一直移動會比較好 好 正面城堡順利拿下 兇人正面的防守城堡沒了 後面再補下了一根 且打且退 那這裡的黃金繼續爆挖 後面補下更多的馬修 這邊待會也可以產出更多的遊俠 不是肉馬都是可以的 但是現在兇人光守住正面 就已經沒有辦法分心了 如果這邊再分心 正面可能就會被正面擊破 好 臭屏雲大概揮毀到了95村 後面城堡的第二道防線也被建立了起來 好 兩台巨頭開拆城堡 好 三巨頭反擊回去能夠打掉嗎 但是兇人的巨頭準度更準 所以巨頭大戰來打的話是兇人會有優勢 但目前這個情況下 他是想要優先拆除法蘭克的城堡 拆除城堡之後 開始反擊後方巨頭C 巨頭現在會有點危險囉 哇 你看這個兇人打得非常準 後面還有村民在修理 左邊這個巨頭可能來不及逃 摔一發 哎呀 打歪了 那法蘭克看到自己城堡掉了 有想要這邊打一些槍斃嗎 大量槍斃開始往前 法蘭克在等三弓 三弓還有兩兩槽也好 三弓一好 法蘭克打算不控兵了 直接正面開打 正面開打 打的傷害非常的高 槍斃完全扛不住三弓的遊俠 三弓俠直接吃掉了大量槍斃 兇人這時候又再次補下非常多的長槍斃出來 但槍斃的部分也是要在後面稍微防守 現在法蘭克現在要多線進攻 後面有遊俠在噴出來 正面也有更多遊俠過來 兩邊都在噴遊俠的情況下 修人可能會很難受 這裡送了一部遊俠有點虧 現在兩邊都在遊俠夾擊 讓修人直接斷金 這是修人最後一塊黃金 下面這裡也可以挖 但他沒有開挖 這邊槍斃能夠守下非常巨量的遊俠數量嗎 好像有點難喔 馬公直接突擊後方挖金晃村民 正面槍斃也沒有非常果斷的想要正面對決 但如果出兵點被壓制住 可能修人就會沒有機會了 而且現在支援量來說 兇人的肉類也是來到了景東喔 還有木材那些的 好遊俠再次上前海淹了過來 槍斃這一波打得很極限 下方的遊俠數量比較少 這邊要往後拉一下 對 唉唷 這個法蘭克細節處理的不錯 往後拉之後讓這邊戰線平衡 讓有更多遊俠可以來支援槍斃的部族問題 啊~~ 完了 槍斃直接全部爆開 我遊俠的數量只剩下少量幾隻 41隻 但是 兇人的數量更少 槍斃現在布滿20隻 重新生產也需要一段時間 這段期間 神之中心可能也會直接被手撕掉 兇人看起來是大勢已去的 雖然這一坨馬弓打得很開心 但是他家裡已經沒了 這個換家來說 他是非常失敗的 只能打出聚聚 哇 法蘭克這邊出了209隻的遊俠 兇人出了299的疾兵 最終呢 遊俠的體質還是優於槍斃 雖然槍斃打遊俠的額外增傷非常多 但感覺沒有升級3攻跟3級的 缺乏3級的步兵鎧腳 還是有差了一點點 沒有3級攻的話 當然也是 不是這麼好看 雖然我是覺得有3級攻 3級的步兵鎧腳 可能也是扛不住 這麼大量的遊俠進攻 但至少交換比來說 會更好看一點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法蘭克人拿下 全部支援的勝利 軍事方面則是法蘭克人拿到 1.77的KD值 擊殺466隻的單位 損失值263而已 匈人則是只有0.56而已 交換比看起來非常的差 這一部分也是因為 匈人這邊是打的是強軍事的關係 頭死車瘋狂處 全壓法蘭克這邊的承認中心 但最終一個承認中心都沒有拿下 非常的虧 而且也讓法蘭克順利的3TC開農了起來 那後續匈人要轉農的話 其實有點最不太上法蘭克後續的經濟 所以後期的重裝馬攻也沒有補下 化學也沒有補 步兵的三級攻也沒有補下 導致最後沒有什麼都沒有齊全的情況下 就跟法蘭克最精銳的部隊 依舊有俠正面開戰 正面開戰結果 自然也是自然會敗北 好啦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見